腹白貌美大长腿 倾国倾城长得美 若问这是哪家女 自保家门小表妹 没错 你眼前看到这个正在河里洗白白的美女 正是我三九家的小表妹 刚过完十八岁的生日 就和姐姐一样独自出来闯荡闯荡 经过两小时的长途跋涉 表妹来到一棵大树前 解开扣鞋下肩 背包靠树坊一边 东瞅瞅膝看看 还是先把树枝捡 用棍扫银扎堆 三下两下就抱完 下面来把帐篷见 天目一扑最下面 看来不会雨一天 只声赶穿一穿 扣上帽子定插完 这样帐篷就搭完 你说简单不简单 拉开连扑上坛 躺下就要搞睡颜 这次表妹真不倦 还没躺下一会儿就起身四处看 砍完缓把干柴剪 指定是要想做饭 细数支折成断 大树插康银前 小剧几下脚踩断 看见表妹肉乱跳 真体的担心踩不断 还好表妹力气大 三下两下就搞完 下面来把石头捡 三块石头放一起 中间来把火来点 小火描慢慢人 趁此功夫淘米饭 轻轻晃满侧翻 大米两下就淘完 大火煮上拿菜板 牛肉切丁才切断 放入酱料半一半 大火煮上小半天 由此功夫来到小溪边 蹲在水里洗把脸 洗完再把睡衣换 不得不说表妹是真好看 可惜转眼黑了天 掌上灯就开饭 米饭放在最下边 上面浇上炖牛奶 大口吃来小口咽 不大一会儿就吃完 吃完赶紧搞睡眠 睡前还把手机翻 仔仔细细看老铁的留言 看到各位都喜欢 一觉睡到大亮天 关掉灯四处看 这时候的阳光洒满脸 来到河边洗把脸 再把吸水锅摇满 烧上水拿出面 看来是要搞早餐 倒开水泡上面 轻轻吹慢慢咽 阳光照在头发上 这时候的表妹是真好看 吃晚饭 要收摊 收拾收拾换地儿丸 这样的表妹 你喜欢不喜欢 喜欢就给点个赞 赞完再去主页接着看 各位老铁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